拿著香菸大口吸菸 經過管理學院學生扮演淹魔 在台上表演話劇 要告訴大家長期吸菸的後遺症 淹魔這個角色是那個 就是讓吸菸的人會一直成癮 成癮下去 到多年之後日久累積會成病 還有漂亮的模特兒 包上了成年的紫尿褲 要宣導吸食毒品會殘害一生 這是拉K的結果 然後拉K會使 就是膀胱會不好 就是會壞掉 我們的反菸反毒 包括不要吸食K它命那些 然後抽菸 然後否則會造成很多後遺症 根據統計 國內平均每25分鐘 就有一人死於菸害 衛生局推動拒絕菸害 中山衛生所結合了經國管理學院 菸害志工隊共同宣示 也邀請市民一同參與 按讚的連署活動 菸品對人類健康的危害 已經是證實它是頭號的殺手 所以我們在這個531禁煙節的時候 我們希望各區衛生所都能夠辦同樣的宣導活動 希望市民都能夠站出來 讓我們禁煙的活動能夠做的徹底 從小開始拒抽二手煙 然後當然以後也是不會抽煙的 所以我們透過話劇 透過表演的方式 讓大家都能夠知道說 菸害對人類的影響 衛生局透過幽默的話劇表演及採接的活動 邀請民眾一起加入聚菸的行列 共同營造健康的優質環境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 菸涵